进到龙山四连开宅 第一个感觉就是采光明亮 开放看屋第一天 成功吸引不少小家庭青睐 厕所设计干湿分离 空间还算宽敞 配有基本厨具 电磁炉 但是没有其他家具 乘租的人全部得自己处理 在这里一共有套房 一房跟两房的房型 租金从17,900到28,300都有 28,300都 他如果依照我们平常来算的话 他现在说打轴打轴 听起来听不及 他这个是好像用刺激 像数价一样 我觉得应该是要大概 两万是最供顶的啦 三万的话 十万吧 十万吧 对啊 比较不会有压力啦 这个是主卧室 主卧室 然后呢 客厅算是很方正 像这位曾小姐目前跟婆婆同住 但因为有了小baby后决定出来租屋 家里只有先生每个月约八万块收入 将近三万的房租 对一家三口来说负担还是有点沉重 尽管附近生活机能还不错 走路不到五分钟就有餐厅便利商店 想要买衣服 甚至是帮小baby买药也都不是问题 但就怕龙山四站向来出入比较复杂 因为老伯伯很多啦 对啊 然后就是那个 就是捷运站的附近 其实游民其实晚上也很多 所以晚上出去的话 我觉得还是比较 比较不好 而台北市另一个选择 就在内湖港前站连开宅 距离内湖科技园区非常近 但是租金也最贵 像这种两房的月租金就要两万九千八 不负家具 而且天花板管线裸露 挑战民众的接受度 CP值来说当然是以龙山四站会比较便宜 但是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 他们会相对选择附近比较便宜 并且有付这个整套的家具用品的 等于说一卡皮箱就可以入住 那我们会建议租屋组 你每个月的那个租金 其实不要超过你薪水的三分之一 只不过连开宅供应住宅的申请规定 又限制申请人月收入顾的超过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元 要如何负荷动辄两万的房租 恐怕让不少有租屋需求的人伤透脑筋